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李大哥 李大哥 叫你那不理人啊 念头大脑生病啦 你太生病了吧 吃枪药了 我这好心给你打招呼 我还说了算了 你说吧 说吧 我听着呢 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就是问问 你们家老四怎么 好长时间没见着了 他去外地闯荡去了 出门闯荡去了 还回来呢 我说呢 上外地去了 这杯一吨梅才给十块钱 就十块 还不是纯的 从财力费里够 一个月你要想挣一千块钱的话 怎么着 你也得背一百吨梅 喝下来一天就得背三吨 一天背三吨多梅 这矿子太黑了 黑啊 梅吗 能不黑吗 我告诉你啊 我最早背梅的时候 一吨梅十四块 现在一百四 翻了十倍 可是咱没客的工资啊 就没涨多少 咋的了 些少了 要不咋说呢 阳点淡分有路 就不走这条路了 按说你城里人 他不该走这条道了 我知道了 问嘛也是白问 四叔 嗯 一起排 我给你算个庙 我会算啊 会 再算也是背梅的命 我不是背梅的命 你看 我刚才抽出大猫了 以后我要当村长 背梅跟当村长 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啊 整个一个毛驴提防梁 你谈不到啊你 我挣够了钱 就要回去当村长 行 村长 好了 当村长 来 好好算 好好算 三儿 老三 大哥 大哥不在啊 大哥现在满世界当忙流呢 就跟那鸟打神似的 啊 打着呢 我们哥俩就吃吃口 打不着呢 我们哥俩就睡觉了 就甭想饿那字 我给你们买了点吃的 这个 撒 你拿着啊 哎 别放这儿啊别放这儿 来 拿回去 拿回去 老三 跟你拿着 我不拿着 你拿回去啊 这个啊 我就不强往你怀里塞了 我嫂子跟小叔子 这拉拉扯扯的也不成体统 你们家有困难 这我们理解啊 谁让我们哥几个掉穷窟里呢 这穷窟了 添起来也没完啊 老三 你 行 拿回去吧拿回去啊 别放这儿啊 回头呢 转达一下你们家余总 这是我跟大哥共同的意思 我们能活啊 活不好活不坏吗 爱要不要不要拉倒 我还求着他们花我的钱啊 我不该他们的 我挣钱有罪啊 这几年 我天坑还天的少啊 也别那么大伙 我看这老大和老三 他们就是想要工作 那 反正他们两个 不管是谁 你就收留一个 让他们来公司 按月发工资不就完了吗 不行 还是那句话 我不该他们的 来 你能看着我干吗 你这事就真能这么顶下去吗 那这事我不管了啊 以后要送钱你自己去 可不去 我才不给他们送钱呢 我贱爱我 我上个俩人给人送钱去 还买回一堆骂来 这叫什么兄弟啊这 妈 妈 又要给我 头 Genau 好 哎呦 哟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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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你啊 大哥 你死了你别死了 你死我怎么办 大哥 快快啊 快哥 没死了 啊 我这 怎么了 哎雨快 啊 我这虚脱了 你赶紧给我倒一杯唐岩石喝 啊行 行 你带好了 太好了 哎 你带好了 别动了啊 来了 来了 大哥 来来来来 大哥你别这样 你吓死我你啊 快点 你怎么了你啊 没事 你病了吧 没没没 没有 有虚脱了 哎呦我姑姑你病了 没有 你病了上院吗 我送你上院走吧 没事你听我说 嗯 哎呀 走 今天挣了十块钱 你赶紧拿 买点吃 哎呀你别吃饭了 走吧 送你上院去走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 咱又没有钱 你扶我回去休息吧 没钱才去医院呢 有钱咱俩家里养着了 走吧去医院 你病了去医院 走走走 哎呦我 你又是白条 不是 哎呦 怎么这样 哎白哥 我不要这个白条 我要现钱 我家里急着用钱呢 谁不急着用钱呢 矿儿就是这规矩 走着一块儿借 哎 哎 那为什么你的工钱 就借了呢 那这就不好说了 你得问矿儿去 哎 来 来 白大爷 我一个月怎么才挣三百块钱啊 你多大小屁孩啊 挣那么多钱就不少了啊 你们人好好干 多挣点 你白大爷盼着你多挣点 好回去当村长 哎 哎 老王 这个 坐着 坐着吧 哎 坐着等会儿啊 来 大哥你坐着等啊 我找住人押金去 哎 老三 怎么了 你过来 过来 怎么了 别找了 你把人找去 你还是扶着我回去吧 你回什么 我 我不住院 你甭管了 我找台上也要求我 大哥我嘱咐你啊 回头住院 甭管大夫怎么问你 你就说难受 听得没有 你说让他们往狠的场 他们才没往狠的场 他们只是动力气赚钱呐 抽血啊 做胃镜啊 做虚头啊 反正是折腾一溜够 你得忍着 你就倒是全面检查一次身体了 听见没有 不是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是真难受 我知道了 你大哥是真难受了 下来 下来 你甭说了 我知道一针见血的话 你呢难受是没工作闹的 心火 这几天又没吃东西 胃火 满肚子委屈 又没出发戒策 干火 但是咱那大夫不能这么讲啊 听明白吗 明不明白呀 脑子有病吗你啊 我的话你得听啊 言听计从 你在这儿等了 我找哲戒 老三 我真难受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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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尝我这手艺 我觉得我有长进 你也终于吧你终啊 我 我 我 怎么样 真不错 真的 那你多鼓励我啊 我不敢面我爸工 你爸工我做呗 不错 吃点儿 老公辛苦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吃吧你吃吧 好吃哦 大 你吃点饭吧 吃饭的啊 吃得挺香的你们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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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你 你干什么呀 我就疯了我 怎么着 我告诉你啊 大哥病了 这是错 我给你们烧信了 大哥要用三长两短 我不受责任 你吃吧 你吃 我给你看 你跑饭了啊 我给你烧帽 我给你泽 me 你便宜了 还要有几次 我给你烧帽 你 Red 我给你烧帽 我给你烧帽 你给我来 我给你烧帽子 哎 哎呀大哥 你眼睛怎么直冒金星了 冒金星不怕 满天反省才好了 大哥 大哥 怎么样了 住院押金我交了啊 等一会儿跟大哥说 没看着刚吐完吗 哎呀 二嫂 来来来把这拿走拿走 看着都恶心 一会儿我该吐了我 没关系 哎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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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哥没跟你说规矩 嗯 说了 我急着用钱 我也急着用钱 我找谁去 有规矩咱就按规矩 那白哥的钱怎么发了 我告诉你 白哥威美三十多年 地上地下来回的盘 说白了吧 有白哥在 你们做算捡了半条命 这还有什么可问的吗 走 白哥 哎 你们多少都听着啊 下去注意点安全 耳朵都去灵着着啊 我说什么你赶快听指挥 行 行了 系好了衣服啊 走吧跟我走吧 二哥 真是爱不能处 你说但等我能有点钱 我这帮帮你都好 闭嘴吧你 咱我们家 我也没找你算账 我那不是挤糊涂了吗我 挤糊涂了 我真希望躺的那人是我 谁能站在这儿替我交住眼费 二哥 二哥 这这话不能乱说呀 灵眼了怎么办呀 再说了 你看咱们家除了你 还有谁像站在交钱的人 就剩一张嘴了你 叔叔对吗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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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 冒点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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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呢 神父呢 神父 我没见过 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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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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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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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里都在呢 不好意思 大伙受惊了 每人五千块钱 给大伙压压惊 来来来 给他们发 不用给我 我不要 哥 咱一事同仁 一人一份 每人都少不了 这钱我不拿了 这孩子用小命换的 这钱我真不能拿 这钱我也不要 小老东我一块儿拿去 我说你妈妈怎么个意思 我跟你说啊 每人五千块钱 小孩这事就算了了 这钱啊 拿也得拿 不拿也得拿 雷 rounding 这啦 呃 来了 怎么样 哎呦 谁给弄得这么快啊 没病都点出病了 这个 四二 哎 给我摇起来点 好啦 thern子难受啊 好好好 行 行 多高你告诉我 行了 行了 你渴不渴 我给你倒点水吧 喝点水 怎么能不喝水呢 大哥来了 大哥 你到底觉得哪不好啊 这该查都查了 该动的机器咱也动了 专家我都给你找好几个了 怎么什么都查不出来啊 二二 难受啊 倒不上气来 我这胸口里啊 像碎了一团铁丝一样 后背就跟背了一块 大铁板 嗓子眼里头 像横了一个铁球 吐也吐不出去 是怨怨怨不下来 哎呦 二二啊 大哥怕是要过不去了吧 大哥 这西医查不出来 要不 咱换个中医试试 甭管什么医了 只要能医大哥的病 挑大事都行 那我问问你吧 大哥 你装得可真像 明儿你当演员就得了 三弟 大哥可不是在装 我是真难受啊 别瞎说啊 你这叫心理暗示 别真想出病了 你说 你要吃啥我给你买去 我不吃 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难受啊 你怎么了大哥 你还真病了你啊 你别吓唬你啊 你 你别把这苦肉去演成真的你啊 这五千块钱是堵咱们嘴的 这就叫封口废 这五千块钱一拿 咱们嘴都得闭上 黑不提白不提的 这孩子命就没了 没法说了 没法跟人家人交代 我答应过人家 年底带着孩子回去过年 十五六岁的孩子 一口一个白大爷笑着 这刚出来没几天 全然没个埋了 谁都告诉我 这怎么叫什么命这叫 不行 不行 我得找他们说的说的 我得要我说法 我说白哥 刚才你跟我说什么来了 我没听清呢 再说一遍 不是 我是说啊 这还才十五 还不到十六 就是没了 咱得给个交代吧 交代 行 依着你 怎么交代啊 照规矩 照什么规矩啊 谁的规矩 哪儿的规矩啊 说白哥 什么规矩 东远 您这什么规矩 我不清楚 我就是想替孩子问问 你看 孩子死了 还让你来问问 不是没有 就是你看这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家里把孩子托给我了 我怎么着也得跟孩子有个交代 有点乱雅 是 来说 人类的 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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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我什么也不想吃 别啊 这病缸好点 胃不能空 得吃点 老三 你给我煮碗粥吧 行 我去给你煮粥去 咱家还有点米 行啊 您也别站这儿了 都回去吧 该干嘛干嘛去 那老三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啊 等我病好了以后我是登门道歉 啊 你那意思是 你跟三是亲兄弟 我跟三就不是亲兄弟了 是吧 那兄弟啊 跟兄弟不一样 有的兄弟能过心 有的兄弟啊 过不了 那你的意思 我跟你们俩过不着 是不是 大哥 我问问你啊 你住院前前后后的 该花的钱我花了住院费 什么烂七妈妈的费用 我都掏了 是不是 我该赔我也赔了 你还想让我干什么呀 大哥 我告诉你啊 做人总得有点良心嘛 有良心 我就知道了 我这住院花了你点钱 你心疼喽 老三啊 老三来 你找一纸一笔 啊 你替我写个欠条 啊 你问问你二哥 我住院期间我 花了他多少钱 咱欠着 以后咱再还啊 行行行行行 你 来 二哥 来来来 说话 大哥住院欠你多少钱 你倒什么了啊你 你倒什么 老二 老二 我告诉你啊 余大海 余大将 啊 有你们这样的吗 啊 我是上辈子给你们了 还是欠你们了 啊 呀呀呀呀呀 跟我说完 哎 是亲兄弟吗 啊 讨战也没你们这样的啊 哎呀老二你少说两句 保责 是是是 我看出来了 你是真生气了 那我也问一句 咱是亲兄弟吗 啊 亲兄弟能这样吗 就是 啊 老三 哎 哎呀 我累了 你替我送客人 呀 不用哄 来来来去去 哎呀 不用哄 你以为我愿意回来 你以为这儿 你以为你这儿是金鸾殿啊 就是一穷窝 好 我还不愿意回来呢 别说说 找小玩 赵大哥 哎 哎 cloth子啊 以后别SON蒙太过分了 知道 哎 哎 你干什么呀哪有 我真得问天问地了 这是兄弟吗 这什么东西啊 過河拆枪也没这么拆的 啊 恩将冲报也没这么报的 哎 Maur 以后咱俩过日子挺好的 清静 我老一辈子清静我 什么东西我 丢人家 滚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别碰我 烦着你 你烦谁呀 烦我呀 都烦 来了 大哥 各口中午吧 大哥 我怎么觉得这事闹得有点过来 就我说这绝交吧 也不是这么个绝法 这闹着闹着 这好像闹成真绝交了 啊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老板 满脑门我冒火星子 真跟他们急了 我是真想跟他们绝交 那时候 我说你怎么了你啊 你还真生气啊 我这使记使记的 这可不能弄假成真啊 要真绝交了 以后咱俩吃什么喝什么呀 啊 我饿死我也不吃他的 哎呦 哎呦 那 那我这些天我不白忙活了吗我 哎呦 我都感觉我都要犯病了我 那我这些天我怎么不犯病呢我啊 那老二家我不白砸了吗 你的医院也白住了你 你 你怎么把根本的目的都忘了 咱们的根本目的是找老二要工作 要老二给你碗饭吃大哥 我就是饿死 我也不端他的饭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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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哎呦 我真是明白了 这孤王进来 这败君之将是怎么败的了 行 你跟他死扛啊 你就跟老二死扛 我看你扛到最后你有什么好处你 我扛的是一口志气啊 志气 哎呦 我天哪 真有他志气 他志气 行 啊 你长志气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忘了啊 这些天有人伺候你 你满大街找工作事你都忘了啊 你一个跟头摔圈里的事你都忘了你 啊 行 那好 你你长志气啊 你长志气 你长吧我不陪您了我 不是不是你是不是生气了你 啊 你生气了 不是要不然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怎么办 你接着长志气你 你个死 至于的嘛这个就 我还就长这日气怎么着了我 四儿啊 嗯 你看书呢 嗯 咱们家怎么没粥啊 没米哪有粥啊 你说什么 咱家连米都没了 没了 这 行了 你快坐那别烂动啊 你没看我坐这儿一动都不动吗 省得饿 老三 要不然你再 你再想一计咱俩试试 三二 你看 你脑子好使 从小你脑子就好使 要不然怎么全都宠着你呢 你就是 你想想那诸葛亮他不还是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呢吗 你就再生一计 再想一计啊 这再想一计就是老娘们儿的计吧 老娘们儿的计 什么计啊 大破打滚 怎么了 生找老二要工作去 你是他亲大哥 我们是他亲兄弟 生找他要工作怎么的 不应该啊 我觉得这一计不太好 因为咱都把 咱都把话都说绝了呀 是你跟他说绝了 又不是我 可是 是你跟我说 咱要跟他们绝交的呀 我都照你说的做的 我可是言听计从的 是啊 你言听计从 我现在不是又教你了吗 撒泡打滚 我这撒泡打滚这个 大嫂 我见过人家有兄弟的 可没见过他们家兄弟那样的 我现在算明白了 我现在算明白了 当初您为什么跟大哥离婚 我现在觉得 您跟他离婚离得对 要怎么下去 哪天我也离 别 别啊 你怎么也说离婚呢 我不离土什么呀 你说我为他们家做的少吗 我让着他们少吗 他们家大事小事全都来着 我还使劲劝老二对他们好 可我落下什么了 大嫂 你说我落下什么了 几个兄弟我就不提了 就在老二那儿 我也什么都没落下 大嫂真的 在这儿不下去 我不想过了 我想离婚 姐妹 别说离婚好吗 老大不好我知道 老三不好我也知道 你呢 你不容易我也知道 可是 千万别动不动就说离婚 你以为离了婚这日子好过呀 那你以为 跟他们哥儿几个裹在一块了这设子就好过呀 这全天下的混蛋都在他们家呢 以后 你还会骂人呢 我当你除了贤惠 什么都不会呢 知道 我知道 全天下的混蛋都在他们家 告诉你啊 他们要真再混蛋啊 你就骂他们一顿 这哥儿几个呀 骂他们一顿 他就全老实了 也是啊 我在的时候 他们怎么就不知声呢 大嫂 你回来吧 回来 回来干什么 给你们当总经理呀 你回来 跟我做个伴呗 做伴 这个伴我可不跟你做 对了 前两天 听说你大哥病了 好些了吗 你这么惦记他 你怎么不自己回去看看他呀 我可没惦记啊 顺嘴问一句 那个 大嫂 以后他们俩要再那样的话 那我真不客气了啊 那你磕什么气啊 你甭跟他们客气 该骂就骂 其实好多时候好多事儿 我都是冲着你的面子 我告诉你啊 从今往后 可千万别冲我的面子 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走 tirar 大嫂来了 啊少见啊 这得了气的 回来问问伤病来了吧 听小雅说你病了 好了 爸 怎么着 这东西是哥家里头还是拿走啊 不是 有你怎么说话的嘛 说什么呢你 老方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大嫂 我给你开门啊 你进屋去 不用了 你们要出去啊 我们出去办点事去 老三 这个你先拿着 顶不了大用 这不都没工作吗 先对付眼前这顿子再说吧 大嫂 你真好 就是你真心想着我们 想不想着的 也解决不了怎么大事 我在这多句嘴啊 你们哥们兄弟的 有什么事找老二 应该 可以差不多就行了 别真把人家两口子搅和离婚了啊 怎么大嫂 我二哥和我二嫂要离婚啊 我也就这么一说 哪家两口子过日子赶上这样的事 心里高兴啊 那也不能动不动就说离婚啊 老二两口子离不了婚啊 你少揍人家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 我说了我就是多句嘴 你们哥几个好好想想 要真把人家老二搅和离婚了 一家子剩四个光棍 怎么过呀 那照样过 老三 前些天你大哥是病了吗 病病了挺重的 都住院了他 我看一点都不像 这一趟我就多余来 大嫂 我没请你来啊 干嘛呀你 我不再这样呢 你得这咬谁你还 东西先搁家去 老三 你又怎么了 走啊 我觉得那个 撒泼打滚这招 咱好像用过了吧 不是你想想前天那个 前天咱们那 还不算撒泼打滚了 是吧 咱都打成绝交了 咱再去老二 还不直接就给咱俩干出来了就 你想想 再说了 你大嫂不是把钱给咱们了吗 要不然这事咱 还还还再说 我就知道 只要你有点钱 你就会得过切过 让我问你 这钱花完了 过两天咱俩怎么办 我 要不去咱们再想一招行吗 你脑子好使你 你就再想一招 再想一招啊 要不就和谈 后着脸皮和谈呗 不是 都翻脸翻成那样的 她 怎么再去和谈的这个 要不怎么说叫后着脸皮和谈呢 其实这事也没什么啊 这国与国之间都这样的 老公 鼓足勇气 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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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觉得这事还就得和谈 大嫂这信不白送 你想我二哥跟我二嫂 又真离婚了 那咱们老于家 那可是辛辛苦苦四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咱们等于零了 可不是 是 行 那咱就和谈吧 和谈 和谈 开门去啊 开门去啊 不见得就是我那几个没出息的兄弟 万一是物业的茶水表呢 你是不是男的呀 外的枪你让我开去啊 你 谁呀 不冲你不冲你啊 今儿小伙儿过生日 我们俩给小伙儿过生日了 小伙儿 二嫂 大大大大大大大小人开朗 二嫂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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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最后最后 我怎么给忘了呢 今天不是我生日 不对啊 我我都翻了那个就职历的 明明标着你是九月第二个星期四啊 那是去年 今天不是 这 不是 今儿就是星期四 对对对 没什么错是吧 今儿就是星期四小伙儿 咱们就 我妈呀 生我的时候记得是日子 不是星期几 你妈生你们的时候 记得不是日子 是星期几啊 没有 我妈也记日子 也记日子 对对 那你看咱们这蛋糕咱都买了 咱今儿就过了 就今天吧 过了过了 过了 过了小伙儿 我身上都过去了 真的 前一天 都过去了 这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跟你说一声 你心里有我吗你 你就剩下恨我了你 说的 这说上来的话 都怨我 都怨我啊 我得说话了啊 我说家人老大我不能不说话了 啊 老花 小伙儿生日这么大的事 你都给忘了 啊 小伙儿什么人啊 咱家就她一个女人了现在 前前后后里里外外 什么事都是靠她在张罗呀 咱过日子过什么呢 啊 说白了不就是过她吗 说白了不就是过她吗 终于是凡娘 咱们